我彼此的安心 此的安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在2021年 让我们能够再次 在神的面前同心来献上敬拜 虽然疫情仍然严峻 但是因着疫苗的施打 我们也看见春天的脚步尽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初春的时节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摆在我们的面前 主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人间 他有两方面主要的工作 第一方面 主耶稣要叫人得生命 第二方面 主耶稣要叫人得那更丰盛的生命 在这个地方得生命 就相当于得救 也就是我们悔改认罪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得救是一回事 得胜是另外一回事 主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里面 特别告诉我们得胜的重要性 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说 主说得胜的 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一样 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谁能够成就他起初造人的一个愿望呢 谁能够在神家 神那永恒的国当中 与基督同长王权呢 答案很显然不是一切信主的人 乃是那些得胜的 是的 我们得着了生命 那只是蒙恩得救 基督徒得救之后 更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那就是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得着生命 我们还是软弱的 我们还会为过犯所胜 我们必须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以后 我们才懂得依靠主胜过一切的罪恶 那么现在我们接着要问 到底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呢 更丰盛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 首先我们来看提摩赖前书第六章十七节那里说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不要至高 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那厚世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更丰盛的生命 这个丰盛这个词 在原来的意思里面 就有提摩赖前书六章十七节这里面 这个享受的意思 所以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 请注意这个享受 是一种进入喜乐里面的享受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 是一个进入喜乐里面的生命 而不是一个只是表面快乐的生命 有名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就曾经这样说过 一个真正的喜乐 主要不是看他初出的初出怎样 而是要看他的结果是怎样 起初的快乐不一定是真正的快乐 结果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喜乐 好比说世界上那些最终之乐 初出开始的时候都有着快乐 可是结果却是痛苦的 这种先天后苦不是真正的喜乐 也不是真正的享受 真正的享受或是真正的喜乐 必须要进入喜乐之中 初出开始的时候不一定有喜乐 但结果却有满足的喜乐 这才是真正享受的生命 这才是真正更丰盛的生命 这就好像旧约里面讲到但以理 他在王的压力之下 仍然一天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祷告感谢 最后王要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的里面 按人看起来 但以理应该感到害怕才是 这是多么的危险 他一定会被狮子给吃掉的 可是但以理仍然只敬拜真神 不拜假神 就是使但以理也不改变他的心智 这一种自食中心的心智 给但以理带来了真正的享受 那就是神和他同在的喜乐 果然第二天 但以理平平安的从狮子坑里面走了出来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 所谓更丰盛的生命 所谓更享受的生命 并不一定是平安无事的 乃是在患难当中 神与我们同在 在危险的里面 神示下了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面对教会困难重重的侍奉 面对我们在职场上 在社会生活里面 我们要摆出来的见证 我们不会灰心 我们也不会难过 我们也不会觉得重担压尖头 因为这一种更丰盛的生命 这一种更享受的生命 会把义务变成权利 会把重担变成享受 有了更丰盛的生命 纵然人好像是在受苦当中 但实际上却是在享福的里面 所以圣经岂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 我受苦原是与我有益的 就是这一个道理 更丰盛的生命 不只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 我们再看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 二十三篇第五节 那里讲到使我的福悲满意 更丰盛的这一个丰盛 原来是有着福悲满意 这个满意的意思 满意是丰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如果我们里面满了 我们就会流出来 如果我们里面满了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流出来与人分享 神给我们的福悲满意 祂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到处满意出祂的恩惠 想到别人 为别人着想 为人服务 这就是一个满意的生命 满有恩惠的生命 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基督教救世君的口号 就是别人 救世君的旗灰 是画着一头牛 牛呢 生为人耕田孝劳 使呢 他的肉可以给人做食物 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需要坚守敬要的信仰 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需要注重祈祷 传道 读经 需要光传福音 在教会里面 我们更需要有一般满有恩惠 就是满意出来 流露出来 耶稣基督那个满有恩惠的生命的 一些属神的儿女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 巴拉巴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巴拉巴在初期的教会里面 他的生命流露出一个安慰人 是一个劝导人 欣赏人 鼓励人的一个生命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举几个例子 我们看在圣经里面 初期教会的时候 扫罗初出信了主 门徒都对扫罗怀着畏惧的心理 唯有巴拉巴信任这个扫罗接到他 领他去见使徒 并为他诉说 跟他们诉说保罗信主的见证 是确实的 这个扫罗就在耶路撒冷那放党传道 以后为了犹太人想要磨杀扫罗 弟兄们就打发他回本乡大树去 日子一久教会的人也就不再留意 留意这个扫罗了 但是巴拉巴不同 他巴拉巴到了新乡的新兴的安提阿教会 他就认为初心的要好好的在征道上 接受栽培接受造就 于是这个巴拉巴就往大树去 去把扫罗给带来 两个人足足用了一年的功夫 在安提阿教会在那里带着这些出信的 信徒活出耶稣基督生命来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就是从安提阿起手 如果没有巴拉巴 扫罗或者说保罗这样的人才 可能就会被人忽略掉 巴拉巴跟保罗带着马可出门 在那里传道 马可是一个富家子弟 在耶路撒冷享受惯了 初出到了小雅西亚 蚊虫多 居民的风俗习惯 又跟犹太人很多的不相同 这个马可受不了 中途就折回 所以在第二次巴拉巴提议 在带马可出门宣教的时候 保罗就大大的反对 甚至两个人因此在那里 争辩开来 保罗注重的是主工人的一个工作 其能够随便 巴拉巴注重的是主的工人 应当提拔他 应该栽培他 但是巴拉巴一定不会在马可的面前 说保罗的坏话 反而会把保罗注重主的工作 不应难而退的观念 就告诉了这个 这个教导的这个马可 他也会教导 教导马可应该尊重 保罗这种刚强正直的传道人 结果马可就成了保罗的一个 非常要好的助手 我们再看在初期的教会里面 讲到年纪 讲到经历 讲到在教会里面 这些人的眼光 巴拉巴都在保罗之上 何况保罗是由巴拉巴所提拔出来的 使徒行传开始 包括他们两个人 出去外面做工的时候 都是巴拉巴保罗 后来呢 却改成保罗和巴拉巴了 原因就是巴拉巴 看见保罗 他讲到的恩赐比他强 他就推保罗在前面 甘居第二 这种甘居第二的精神 在旧约的时代 有约纳丹 初期的教会有巴拉巴 这就是巴拉巴 这个满而易 福悲满有恩惠 生命的流露的一个现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满意的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是一个满意的生命 就如同巴拉巴一样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他流露出来 他懂得去安慰人 懂得去劝导人 懂得去欣赏人 鼓励人 感谢赞美主 现在我们再看 约翰三书第二节 那里说 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更丰盛 这个丰盛和兴盛 是同样的意思 这个兴盛 原来还包含着 增长 进步 健康 蒙福的意思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不只是一个 更享受的生命 一个更满意的生命 他还是一个 更兴盛的生命 也就是一个 更进步 更健康 更蒙福的生命 是的 更丰盛的生命 他必定是一个 更健康的生命 也就是他的灵魂体 都是有着正常的生命 他没有病态 在他的里面 没有疑心 没有自卑 也没有自我中心 没有自以为是 没有至高至大 没有自私之力 不但没有这些 不正常的活动 相反的 他一定会有一个 宽广的胸怀 他能够容纳一切 他不计较别人的恶 世界文明的 走高空钢索的 这个表演者 这个 卡 他好多年前 他从一条高空的钢索上 掉到地面 摔死的 而他的太太流着眼泪 对记者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我的先生 最近一定会出事情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三个月来 他自己就一直想到 可能会摔下来 可见过去这三个多月 他的先生 是要用尽一切的力量 想要不要掉下来 也就是说 这过去这三个多月 他并不是用尽一切的力量 专心在那里走钢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不健康的生命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 他迟早都会带来失败和悲剧的 再来又有 另外一个就是 许多年以前 在英国有一家 非常有名的 Louis百货公司 由于这个业务越来越兴盛 所以他们就想要扩建 根据他们的计划 如果要扩建 就必须先把 在他们公司附近的一间 贵格会的礼拜堂 给买下来 于是Louis公司 就写了一封信 给这间教会 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我们公司准备在附近扩建 可是贵教会 就刚好在这块土地上面 所以我们公司愿意 出一个高价 把你们的礼拜堂 给买下来 然后我们把你们 礼拜堂给拆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地上扩建 现在就请你们 收到我们这封信以后 尽快给我们一个价钱 我们愿意考虑来购买 这样我们的扩建计划 就可以很快地进行了 不到两个礼拜 这一间教会就有了回音 这个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我们教会知道 贵公司因为要扩建的缘故 准备买下我们的礼拜堂 可是我们去查了一下 这个历史的资料 我们发现在这一块土地上 是先有我们的教会 然后才有你们的公司的 所以我们不准备搬迁我们的教会 现在如果贵公司愿意的话 好不好 给我们一个贵公司的 一个你们自己 估算出来的一个售价 我们很愿意把你们的公司买下来 然后我们要扩展我们的教会 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的事工 当路易斯公司的经理 总经理收到这封信以后 大叫了一声 岂有此理 这个小小的礼拜堂 怎么可能买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 于是他就把这一封信传给公司里面的每一个职员来看 每一个人都说这间教会太不自量力了 突然有一个职员大声地叫说 经理啊经理你看一看 这一封信是谁签名的 原来这封信的信尾的签名是Catbury Catbury就是英国最出名的巧克力的糖果公司 这个公司的老板 他们整个家族就在这间贵格会的教会里面聚会 以Catbury这个公司的彩礼 他足足可以买下好几间路易斯百货公司 是的看看这信上的签名是谁 的确是太重要了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人在世人的眼中的确算不得什么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乃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 当我们有了这一位以后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一个更兴盛的生命 一个更健康更进步更蒙福的生命 我们再看一处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 那里说你们多结果子 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也是一个会多结果子的生命 加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说得好 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赐良善 信实温柔洁志 请注意这个果子是单数的 也就是结属灵的果子 必须具备这九样的特质 当我们用心去观赏一盆鲜花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我们看鲜花 虽然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一盆鲜花 当人有喜事的时候 你送去给他 那将会带给人更大的喜乐 而当人遇到了伤事的时候 你送一盆鲜花给他 那将会带给人何等大的一个安慰 这盆鲜花 如果是送到你所爱的人的手中 它将会表达出你那个无限的生情 这盆鲜花如果送到了病房 它将会表达出你那个万分的一个关心 鲜花在新娘的手中是那样的美丽 鲜花在乞丐的手中也是一样的好看 鲜花把它摆在这个总统府 或者是在百万富翁的家中 是那样的可爱 鲜花在贫民窟的里面也是一样的可亲 你大大的称赞这个鲜花的时候 它也不会特别为你抬头挺胸 你痛痛的责骂这个鲜花的时候 它也不会为此而垂头丧气 所以这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呢 让我们一起用这个圣经的话来回答 更丰盛的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更享受的生命 一个更满意的生命 一个更兴盛的生命 一个更结果子的生命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春 在那个春天来临欣欣欣向荣的时刻 我们如何去得着这更丰盛的生命呢 我们就来思想三个 要得着要追求更丰盛生命的三个基本原则 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 追求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要让圣灵来管理我们自己一切的 自己一切的思想 言行和举止行动 请注意 追求更丰盛的生命 不是靠人为的 这个不是靠着苦练修行可以达到的 有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他曾经节衣缩食 并绝晚上睡地板 为的是要对付他肉体的恶行 他甚至从遥远的德国 用走路的一步一步地走到罗马城 当他最后一步一步地走上圣彼得大教堂 那一百多台阶的时候 他每周上一级台阶 就恭恭敬敬地跪下来 亲吻台阶以下 马丁路德是这样的虔诚 是这样的刻苦己身 可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马丁路德他仍然睡不着 因为那个罪恶的锁链仍然紧紧地捆绑着他 只到有一天他听见圣灵在他的里面 微声对他说 一人应信得生 是哈巴古书二章四节的话语 这他才明白过来 原来追求更丰盛的生命 不是靠人为的修行 乃是要顺服圣灵的指引 这就好像在罗马书第七章 第八章里面所记载的 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描写着保罗 有许许多多失败的见证 最后他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里面 保罗得胜了 保罗被释放了 保罗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养 为什么能够如此呢 保罗能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原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 他提到二十五次的我 却没有一次提到圣灵 保罗他靠着自己 他当然是失败了 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里面 保罗只一次提到我 但提到圣灵呢 却有十六次之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巴不得在这2021年 在一个春天春季 这个欣欣向荣的时节 我们真是来到神的面前追求这个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不是靠人为的修行去得着的 那是要顺服圣灵的指引 那是要信靠圣灵的大能 感谢赞美主 再来追求更丰盛的生命的第二个原则 就是在这一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天天过着树林征战的生活 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每一步路他都没有离开那个石架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以为主耶稣一直到最后被钉在石架上 其实主耶稣从降生到死亡 到离开这个世界 他完全都是走着一条石架的道路 前面的一大段 主耶稣在一条无形的石架的道路上 最后的六个小时 他才背着那一个有形的石架 这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我是天天冒死 这是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的话语 什么叫做天天冒死呢 就是天天背着石架的意思 因为若不死就不能够生 因为若不经过石架的死 就不能够胜过死亡 就没有办法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 换句话说 要追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就必须是一个 就必须天天过一个树林征战的生活 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个事实 当我们越要谦卑的时候 刺激我们自尊性的事情就越多 当我们越要思想清洁的时候 诱惑我们的污秽的思想就越厉害 当我们越不要贪安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越看到某某人正在那里大大的享乐 当我们越要爱人的时候 那恶者就会叫我们看见别人的软弱 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 不经历失败的 不经历失败的 你看哪一个学习游泳的人 不曾经喝过水的呢 哪一个学习走路的小孩子 不曾经跌倒过的呢 虽然我们是会常常失败 但我们绝不能因为失败的缘故 而灰心丧志 我们要依靠主得着那个 虽然常常失败 但仍要追求的勇气 直到得着最后的胜利 直到得着最后的胜利 是的 今天我们参与教会的福事 我们会失败 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佩搭 我们有可能失败 我们传福音 我们也有可能失败 我们爱人帮助人也有可能失败 但我们不灰心 我们依靠主 我们仍然要侍奉 我们仍然乐于与人同工 我们仍然要靠着主的恩典 去传扬主的福音 去爱人去帮助人 因为这是追求更丰盛生命的 一个必经之路 最后追求更丰盛的生命的 第三个原则 就是每一天在主面前 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 都同意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个基督徒 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 更加能够拥有一个喜乐平安的生活 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与神 也就是与这位喜乐平安和生命的源头 建立一个密切而却和谐的关系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样也毫无疑问的 就是当这一个与神的关系 一旦被破坏了 一旦被中断了 有罪恶在中间阻隔 而又不能够去解决的时候 基督徒的生命就会比任何一个人 更落在一个加倍痛苦的经历当中 感谢神 在诗篇三十二篇的里面 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就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个知罪不认 会让我们的生命 进到一个灵魂的黑夜之中 第三节说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这就是诗人大卫跟神顽强对抗的时候 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叹息 身影和哀鸣 他是终日在那里哀哼之中 在他里面那种无法消除的犯罪的意思 使他落在一个极度痛苦的里面 第三节那里骨头哭干 第四节那里 我的精益耗尽 如同夏天的感染 这两句话刚好就是彼此呼应 形容他的生命在一种痛苦的煎熬当中 感到哭干 感到衰竭 使人之所以能够从第三节第四节 这种非常痛苦的挣扎的里面 到最后达到第一节和第二节 那种欢喜快乐的一个宣告 整个的关键就在第五节 他在神的面前坦诚的认罪的行动 第五节说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原来的意思就是 我要将我的罪让你知道 我不隐藏我的不义 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 毫无保留的 在神的面前敞开自己 生命那个黑暗一面的行动 然而这个行动 还是做着一个下定决心的结果 第五节的下半句又说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现代中文一本是说 我决定向你承明一切 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定决心 毫无保留的向神认罪的忏悔 放弃过去那种与神对抗 顽强的态度 这种果断的行动 就让作者经历到从神而来 一种奇妙的释放 所以最后一句这样说 你就赦免我的罪念 你就赦免我所有的罪 当他向神完全坦白认罪的时候 神就完全赦免了他 在第六节第七节 这个诗人就进一步表达 认罪以后的心境 进一步向人发出呼吁 诗人呼吁我们要把握机会 还向神祷告认罪 以至于大水泛疫的时候 或者极大患难来临的时候 这些都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诗人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 因为在他的经历当中 神已经成为他的藏身之所 神会保佑他脱离一切的灾难 感谢赞美主 在进入这样一个 截然不同的境界的时候 这种转变的关键 就是他愿意毫无保留的 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有心要过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 就求主恩待 让我们天天过一个向神 认罪悔改的生活 阿们 请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 在这样一个初春的时节 你把那个更丰盛的生命 这样一个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 成为在这新的年度的里面 在这个初春的季节当中 主啊 你要给我们深深的祝福 主啊 谢谢你 巴不得我们 每一位都被主的爱所激励 从我们内心的深处 我们渴望得着 这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这是一个 更享受的生命 是一个更满意的生命 一个更兴盛的生命 一个更多结果的生命 我们不只是渴慕 得着这样的生命 更因为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才能够叫你的心得着满足 所以求主恩待 让我们在这初春的时节 让我们也愿意再次在神的面前 从内心的深处向神呼求 求主恩待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主啊 你不只是赐给我们生命 更是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更是把那个追求更丰盛的生命 那样的一个渴慕 一直放在我们里面 推动我们 推动我们 让我们来到你面前 长长渴慕 得着你要赐给我们的 那更丰盛的生命 谢谢主 谢谢主 你恩待我们 你把那上好的福分 要赐给我们 我们为此献上我们 衷心的感谢 也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 一些的呼求和祷告 祷告感恩交托仰望 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